这个礼拜聊什么了 社交恐惧症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现在的天气奇怪 本来昨天很热 今天有点冷 这个礼拜聊什么了 社交恐惧症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我查了一下 这个真的是一个精神病来的 需要用药物加心理治疗 加在一起才可以治好 但是当然了 我不是专家 所以我不会治这个病 我想说这个社交恐惧症 其实大部分人就是比较害羞 在社交里面不知道怎么跟人家沟通 所以分享一些我的小经验 我就肯定没有 为什么 脸皮厚 第一个原因呢 还有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现在觉得有社交恐惧 就是玩手机太多 然后一些人在网上聊天互动 还觉得是社交 Are you serious guys 社交是正常出去吃饭 我摸到你 一起笑 一起哭 聊心笑 姐才是社交 现在吃个饭 社交了吗 还带大家玩手机 Come on 所以第一个 尽量小玩手机 还有了给自己多一点机会 这些不同的人 下班之后跟同事 Happy Hour 去中学的每年聚会 或者是来个Sunday afternoon tea 有人吹鸡必须去 每人吹鸡 你自己吹鸡 对吧 给自己多一点机会 今天有点冷 下雨 所以有一些人说 聚会不知道聊什么 我建议第一 聚会的时候听多一点 不要识小小玩意 代表 第二 学多点东西 看多点东西 所以娱乐八高可以聊 生活常识可以聊 政治经济都可以聊 不要聊来聊去 就聊这个什么 买皮肤什么了 对吧 这个家鸡店好吃 我跟老板说要放两个杂志在这里 因为我们写了他们 好吃 你 哈哈哈 我还要去多一点不同的派对还有活动 特别是你平常不去这一种 有机会在里面碰到你喜欢 或者是聊得来的人 对吧 后来 哎呀 不知道聊什么 所以要学多一点东西啊 那个 这个 这里是国贸 现在在做这个乐扣东馆 但是这个片子出来的时候 应该这里玩的 我们说不知道怎么社交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要面子 他语 所以放松一点 小一点担心呢 人家怎么看自己了 自信就回来了 对吧 还有学多一点东西 自信多一点呢 就小一点机会觉得没面子了 OK 这里是33小镇 26栋 这种左顿 必须来支持 OK You will like it 老板好 还有啊 有做回争自己 不要装 为什么呢 装是非常累的 还有了 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 对吧 做自然自己就好了 自信 这个对视觉 非常非常非常有用 今天是礼拜六啊 Zan跟Zip都回来 工作了整天了 所以这个礼拜太忙了 还有很多东西片子要剪 所以下个礼拜再出去走多一点 Peace